作曲 李宗鑫 燈籽很多节兴都可以用着 只有中秋节的燈籽是可以让小朋友拿着玩 如他们现在做的那个批皮橙 把六個四方形拼湊在一起 成為一盞燈籠 大家要知道燈籠其實是什麼呢 在古時候我們沒有發明電燈的時候 我們一般生活的火是用來照明的 用油燈、蠟燭去做照明 往往風大或者危險 就怕它燙了一些東西 所以就整個罩濾住那堆火 所以叫燈籠 燈籠的演變就是這樣來的 前身是這樣來的 就不是玩的 是實用的 生活上必須品來的 步驟呢 首先用竹簾 還有用砂紙 漿糊 這樣就紮了一個竹籠出來之後 就是 不同形狀 就是紮了不同形狀的燈籠 做了燈籠之後 紮了一個竹籠 第二個步驟就是撲 撲撲撲撲撲的意思是 將紙張或者布雷 貼上燈籠的燈籠上面 然後呢 可能是寫字或者是畫畫 然後再收邊 加一些裝飾 加一些花邊 掩蓋它的搭口 遮住它 就更加美觀和色彩更加好 這樣就完成了 紮撲撲撲撲撲 其實做燈籠呢 小心手 就怕竹簾會刺到手 第二個呢 就是赤寸最重要 要捉得緊 燈籠的燈身 一定要試正 然後呢 就完成燈籠 帶回家做裝飾了 竹呢 我們竹簾 基本上有很多的品種 有兩三百個品種 通常一般我們做紮作呢 就選擇一些老一點 長一點的竹 尺寸比較疏 而且呢 通常如果看那件工具品 是永久長期保存的話呢 我們會選一些苦竹 不是甜的竹 等那些竹的蟲 不會那麼容易 將那些竹煮了 那件工具品 就保留時間長一點 好 好 好